Hello 歡迎來到我答應你們的 金鐘BTS Behind the scenes 我說到說到 感謝FanManager 還是有幫我 沒有他我該怎麼辦呢 今天是我們 以入圍者的身份 第一次參加金鐘獎 非常的期待 非常的開心 Coco say hello Coco最近很Moody 不知道怎麼了 可能因為我比較忙 沒有時間跟他抱在一起 好 那我們出發吧 我們現在要說話 女明星的一整天 希望今天不要下雨 其實我只有一個想法 我現在只想要 紅毯美美的走完 OK Let's go Coco say bye bye 跟媽媽 say good luck Break a leg 媽咪 舒嬅要很早就開始做 因為我們需要很多幫忙 大家都覺得 女明星是天生例子 其實不是 只有每一天不斷的努力 我今天早上還很早起來 去做瑜伽 我希望我趕快把汗排出來 因為會怕腫啊什麼的 我現在戴那麼黑的墨鏡 就是我一起來 我發現我的鼻樑上 有個非常腫 非常大的紫紅色的印子 因為我昨天晚上錄完熱草店 訂完妝 我就昏睡 昏睡以後呢 我大概就忘了把眼鏡摘一下 然後我早上起來 嚇一跳 因為我的鼻子這裡超痛的 然後我就跑去廁所裡看鏡子 我這個鼻樑就腫了一塊 眼皮上面也有一個痕跡 我就病敷 現在好像比較不明顯 但是還是有點腫 不過還好啦 怎麼會下雨 Like what is going on 這一整個禮拜 都是陽光鋪照的每一天 怎麼會今天就下雨 What's going on 這是女明星最大的擔心 Fan Manager 下雨的話 紅毯會有雨傘嗎 可能也有 你確定嗎 Yes 那那個地毯會不會是濕的 你知道很多焦慮 很多焦慮 真的 焦慮人生 現在下一下下午就不會下了 我們期許大家集氣氣到 Don't rain please 下雨的麻煩是什麼 不只是怕人會濕 頭髮 妝啊 各方面都會有各種不同的妝 現在頭開始痛 欸 你忘了把我的香檳帶出來了 廠商朋友幫我準備了一小瓶的香檳 我還把他放在冷凍裡面說等下我要帶出來喝一點 他都沒有給我帶 OK It's OK It's OK OK 我們到了法郎 我們今天在那個 Four 找Yuna來做頭髮 我們在洗好桌喔 這就是藝人的原因 讓你們看到 Ryana來囉 My God 這一集怎麼會在這裡 我們現在要假裝很驚訝 什麼假裝 因為他明明就是在隔壁洗頭 那人家會說大亨好有心喔 因為他的藝人入圍是他洗頭跟你一起去金鐘 這樣講是不是也不錯 他是因為他有飯局 他跟金鐘是沒有關係 所以我的關心關於金鐘這一塊已經over了 可是呢他非常有心 他就說你要不要吃那個鍋子 我說好 你給他們看飯 以為給你吃幾顆 他很壞 我身邊的那個 背後鈴 我就在外面聽到他們自己切切私語 他說切切 姐姐你要吃什麼 我就說 欸 旁邊的鍋貼很好 他們說鍋貼 然後我聽他講 他說 那要不要給你們吃 他說不要 他吃葡萄乾 以為說 買醬就可以了 他給我吃葡萄乾跟香蕉 有沒有這麼苛刻的金鐘 那還好這裡的隔音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呢 我就打開門大喊說 我不要吃香蕉 我要吃鍋貼 還有辣椒醬 他們竟然呢 就給我兩顆鍋貼三顆醬醬 他自己吃一盒 他吃一盒 然後他給藝人醬 然後我說 我要做到晚上11點 你覺得我要昏倒嗎 他就說沒有關係 你等一下吃香蕉 吃一點那個葡萄乾 女藝人的人生 撐一天喔 每一天 沒有喔 我說上個禮拜就開始不再吃碳水化合物了喔 星光大道 什麼樣 下車很重要 你下車的時候 你的鞋子跟你的腳 鏡頭在你的前面跟旁邊 你下車 那不是歌先下嗎 我是從外面 他們會有很多台機器 所以你要想像你下車的角度 兩邊都會有人 你走的時候 你要一直保持微笑 中間會先拍照 然後再往前走到前面的時候 就會有人訪問你 邊題目你應該都會 然後訪問完之後就往後走 就會有很多的平面媒體 拍照 然後問你一些尖銳的問題 不會啦 他們很友善喔 我們就繼續 希望他們友善 但如果你沒有辦法回答 我覺得就過 就過 我現在就是把我自己 鎖在一個狀態裡 然後他們再來就會問說 那珠寶什麼什麼 那這個飯裡面 你不會準備一個小抄 就塞給他們就好了 喔 我的珠寶很厲害喔 是Gruff 然後進去之後呢 那裡就是工作人員沒有記者了 但是到了你坐單點的時候 請你在那三個小時之內 沒有我客人說 我們不用一坐在那裡啊 因為只要你在裡面的話 表情管理 他們會隨時拍到你 不是 不是 他們的典禮裡面 可能會有些好笑的片段 或者是難過 或什麼各種 不知道 不要輕鬆 因為我可能會 tack down你 如果tack down 你是不是這樣會 很假 講到入圍的用 這到你們那個講 入圍的時候 鏡頭會卡這麼近 這麼近 我不用 我不喜歡 這麼近 我臉不很短 導播會開很多框嘛 那那個框裡面 應該就是 你加上格 哥 你跟他在一個鏡頭 你應該是比較漂亮 對 不管怎麼樣 哥 至少讓我打底 不管怎麼樣 我都是漂亮的 我一定會贏哥 我再不贏哥的話 讓我白混了 那個過程 他們可能頒獎的人 會聊天什麼之類 他們聊的時候 都還是會tack down你 你現在看著講 我心裡看著這樣 會tack down你 所以我的意思是表情管理 我就覺得我的呼吸會 最重要的是 得獎的是 臉就是很緊很緊對不對 不管結果是什麼 你都要記得你的那個 臉部表情 好會 如果我們剛好要上台的話 我不知道你量誰坐左邊誰坐右邊 我覺得他應該會拉你一下 他不會拉我的啦 他的手都是放在肚子上的 假設你的眼睛余光 還能夠沒有被淚水淹住 看到路的話 有人的手伸出來跟你握的時候 如果你看得到 你可以跟他們往下 然後最後就是 很漂亮的走上去 那個階梯 沒問題的 我們今天 以漂亮度來說 我覺得你很OK 以漂亮以美 那是我們的重點 其他 都是浮渝 能夠入圍就已經很開心了 已經覺得受寵若驚了 得不得獎是其次了 也輪不到我們來想這個 因為反正哥比我還緊張 那就好了 我只要負責漂亮 漂亮就好了 情緒管理 然後 帶珠寶 但是三個小時是蠻難熬的 就坐完那裡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離你很遠 你根本沒有要去 你為什麼要演這種戲 他為什麼喜歡老師在你的面前 假裝 他沒有在管我 好了 有人在話圈圈 拜拜 加油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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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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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